大家好 今天要介紹的是如何使用SallyWars 繪製出客製化的印章 今天所教導各位的 未來會運用3D列印把它製作出來 有興趣你可以到影片底下的說明 我都會放上這樣一個作品 今天就是來教導各位 也許你也有想要製作的印章 但是卻不知道該怎麼去把它製作出來 這裡我們透過簡單的指令 加上3D列印我們就可以把它 客製化做出自己想要的印章 這裡我們要怎麼做我們就去看下去 首先在帶大家繪製之前 先讓大家了解一下學習須知 我們要匯製出客製化的印章 首先需要哪一些條件 第一個你要先有想法 你要知道說你想要客製化的印章 是什麼樣的形式 再來我們要先學會SallyWars的入門篇 你應該要先有了一個基礎的知識 這樣子你才有辦法把它繪製出來 那這個地方的圖片呢 我們可以透過草圖圖片呢 來做一個繪製 把它描繪出來 等一下後面的章節都會來做說明 以及說裡面會用到一個指令 這裡都是模具的拔模角片有提到的 我們透過這個拔模角呢 讓我們這個印章做成是一個可猜式的 那這裡呢 等一下在介紹的時候都留給各位去做個參考 以及說我們如果想要把它製作出來 我們要先學會3D列印的入門篇 這樣子呢 有了這幾個方式之後 我們就可以自行來設置 首先是印章手柄的畫法 那這裡呢 我們所運用到的都是基本的指令 就可以把它繪製出來 那這裡尺寸呢 都是參考用的 那這邊呢 帶大家來了解一下 是怎麼把它繪製出來的 首先呢 我們先用生長填料 我們畫出一個矩形 這邊呢 給各位參考一下它的尺寸 這裡呢 是畫一個中心矩形 然後 是一個正方形 尺寸是60 畫完之後 我們給它 生長填料 生長填料的時候呢 我們的厚度 給它10mm 接下來 一樣我們做生長填料 我們做出一個圓柱 我們來看一下這裡是多少 這邊呢 給它一個12的一個尺寸 然後 生長的長度是40 再來給它圓角 我們在這個地方做個圓角 那這樣子呢 我們製作出來 這個地方 強度才會比較好一點 它才不會硬力集中在這個地方 容易從那個地方做斷裂的 那這邊給大家 是一個R5的一個尺寸 接下來呢 我們做旋轉 做出一個圓球 那這邊給各位參考一下它的尺寸 這裏呢 我們畫出一個R10的半徑 然後呢 做一個旋轉填料 做出一個圓球狀的一個形狀 再來一樣用旋轉填料的一個指令 那這邊呢 做出其他的特徵 一樣給各位參考一下它的草圖 那這邊給各位看一下 畫出了1.5的一個圓 然後兩個圓之間呢 距離是3mm 上下都是3mm 然後在中間這裏呢 畫出一條中心線 做一個旋轉的填料 做出這樣的外型出來 像這樣子給各位看一下 轉個角度 再來 我們用簡單的指令 用圓角 去修飾它的外型 兩側 那這邊呢 細部的尺寸 就留給各位去嘗試 那接下來這個地方呢 我們要做的是 除料 那這裏呢 前面 在學習區是有提到 我們這個地方呢 要做的是拔模角 那這裏在拔模角的入門篇呢 也有提到 那這邊如果有興趣的 可以到影片提到的說明 那邊都有詳細的單元可以做參考 那這裏我繪製的是什麽呢 我先繪製一個正方形 它的邊呢 是50 然後給它一個 身長除掉一個尺寸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裏給它的深度是5mm 然後把這個拔模角開啟 開啟的時候是2度的一個拔模角 那畫完之後呢 我剖開給各位看一下 這樣會更清楚 我們看到呢 它不是直線的 是一個拔模的形狀 為什麼要做這樣呢 因為我希望 這個印章印出來之後呢 前段的印章呢 我們是可以做替換的 那我們使用這個拔模角的原理呢 可以把它推進去 可以做卡住的動作 然後 卡住之後呢 我們用手一樣可以把它退下來 是很方便的一個指令的 那這裏呢 一樣做一個圓角 那做 我們來參考一下 圓角的尺寸是多少 2mm的一個圓角 再來我們在上面做除料 以及圓角的修飾 我們來看一下 那這裏呢 為什麽要做兩個圓呢 那這邊呢 尺寸給各位參考一下 這邊就沒有很重要的 你也可以自己給它尺寸 這裏是6.5 然後兩個跨距呢 是35 為什麽要這兩個圓呢 就是預防說 我們每一個人的三一列印的 它的規格 或是它的一個狀況不一樣 所以列印出來呢 有可能 會有太緊的情形 那如果呢 你的印章裝進去太緊的時候呢 這兩個洞是預防的 真的推不出來 我們就從這兩個洞呢 拿一個螺絲起始 或是一個棒狀的一個工具 把它推出來 就可以了 這是一個預防的一個設計 最後呢 我們在圓角的地方 做一個倒圓角 做一個倒角的修飾 接下來呢 是印章主體的畫法 那一樣 我們都用簡單的 生長的指令呢 就可以把它完成了 那這邊最主要呢 我們需要 用到的是 草圖圖片 那草圖圖片呢 我們從 進入草圖之後 我們會看到草圖圖片 那這裏 如果沒有看到了 你可以從工具的制定把它打開 打開之後 我們進入指令 指令裡面有一個草圖 草圖裡面我們就會看到一個草圖圖片 然後往上拉動新增 我們就可以看到這個指令了 那首先呢 我們先繪製出一個正方形 那我給各位參考一下尺寸 這邊是搭配前面所繪製的一個八手 那這裏呢 你如果有自行的設計呢 你就參考裡面的尺寸做一個更動 那這裏呢 給它一個正方形 然後邊長是50 這邊呢 給它的生長的距離是10mm 然後一樣我們做八毛角 我給它生長的 它的距離是往下 往下的時候呢 把毛角一樣做兩度 所以它 這裏呢 是跟我們的 把手的地方做呼應的 所以 列印完之後 它是可以 幫我去做裝配的 然後這邊一樣做圓角的修飾 給各位參考一下 這邊 給它一樣是2mm的一個圓角 然後這個地方呢 給它修飾 這邊是0.5的圓角 再來我們再做一個生長 那這裏呢 我們就先 進入這個面 然後進入草圖 進來之後呢 給各位看一下 我把它顯示出來 這裏呢 我們就把我們想要的圖片呢 運用這個草圖圖片 把它插入進來 然後去把它收放 給各位看一下 收放成你想要的大小 然後它的位置呢 我們靠滑鼠的左鍵可以去拉動它 拉動到我們想要的位置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去做一個描繪的動作 我們透過的是不規則曲線 運用 基本上 大多數都是運用不規則曲線 然後呢 把我們想要的外型描繪出來 那記得 我們在描繪的時候 會比較建議各位呢 分段式的描繪 因為 我們在做生長填料的時候 它必須要是一個封閉的草圖 那這裏呢 也會建議各位 這個不規則曲線呢 建議多分幾段 那 因為它有時候 被修剪過之後 反而有些線段會不見 所以會建議各位用這樣的方式把它做出來 那這裏呢 就細節就讓各位去嘗試 我就直接拉動給各位看一下 先畫出這樣一個輪廓出來 再來這邊呢 畫出了 嘴巴跟鼻子的地方 畫出眼睛跟眉毛的地方 接下來 耳朵的地方做修飾 以及 眼睛的地方做修飾 那這裏呢 我示範的它是一個浮雕 意思就是 我想要的輪廓是凸起來的 那當然還有另一種方式就是 我想要的輪廓是凹進去的 這種做法也可以 那這邊就看各位 你想要做的印章是長什麼樣子的 我們就朝這個方向去把它做出來 然後最後 這是眼睛的地方再做一些修飾 那這樣子呢 我們就完成了這個印章的部分 那這邊讓各位去嘗試一下囉 最後呢 是蓋子的畫法 那蓋子的畫法呢 是這個章節最容易的地方 那這邊呢 讓各位去參考一下 首先呢 我們一樣畫出一個正方形 這裡呢 是給它一個尺寸 63.3 那這邊的尺寸呢 是呼應著這個 印章的手柄 所以這邊的尺寸呢 就留給各位去做個調整 那這邊的地方就沒有做拔摩角了 那這裡呢 給各位參考一下它的尺寸 那這邊呢 是偏移1.5G來之後做一個除料 除料的深度呢 是13mm 那這邊剛剛生長的深度呢 是15mm 所以這裡的厚度還有2mm 這邊在建議 各位製作的時候呢 它的避厚 至少要是你的噴頭直徑的3倍 或是高一點 這樣子我們在列印的時候 成功率會比較高 假設我們的噴頭 它是0.4的 那就會建議你的避厚至少要1.2 那當然我覺得1.2還是有點冒險 盡量再高一點 像是1.5 1.8 或是2.0 這樣會比較好一點 那頂層跟底層一樣的道理 那這邊呢 在做圓角的修飾 那這邊給它是5mm的一個圓角 內外都做一樣的 那這邊我們在做的時候 要記得去注意一下 我們會不會跟手柄的地方做干涉 那這邊用組合鍵的方式 我們就可以把它看出來 那這裡呢 我們做深長 是53的一個正方形 然後呢 往上深長是6mm 更正 往上深長是9mm 然後 一樣做一個除掉的動作 那這邊呢 做深長的動作 那這邊 其實各位也可以不用去做它的 因為這邊呢 是為了防止說 我們如果 列印出來太鬆的時候呢 我們側邊這裡 還有一個很小很小的一個特徵 可以方便我們把它卡住的 那各位 給各位看一下 這邊呢 是0.1 那有時候呢 0.1這個特徵呢 我們的3D列印沒有辦法做出來 所以它有可能會把這個地方 直接做忽略 是有這個可能性的 或者是你要把它做大一點也沒關係 但是這邊呢 我們的 空隙 就要特別去注意它 那這邊給各位參考是 0.1的一個尺寸 那這裡細節 就留給各位嘗試 這邊沒有絕對答案 那這裡呢 做直線 複製排列 然後再做一個圓角的修飾 再來 一樣做一個除掉的動作 那這邊給它 做一個除掉的動作 那這邊 基本上你可以流動也可以不要流動 那這邊如果不要流動的人 可以把它移除掉就可以了 那這裡 這個洞的用意是什麼呢 是為了做環狀複製 我要有一個軸 主要是這個用意把它 留一個洞 那當然我們畫完之後 再把它刪除面就可以了 或者是你要用 特徵的 生長填料把它填不起來也可以 那最後我們要做圓角的修飾外型 整個把它修飾外型之後呢 基本上這個蓋子 我們就很簡單的把它繪製出來 那這邊讓各位嘗試一下 最後呢來總結一下 沙利沃斯克制印章畫法篇 那今天所教導的這裡呢 我們在畫的時候 其實都不會有太大的困難 那最困難的地方呢 大概是這個 畫印章的地方 草圖圖片 我們需要去描繪出 我們想要的形狀的時候 會比較花多一點時間 以及說你可能沒有繪製過 你可能需要思考一下 我們的封閉草圖 要怎麼去把它連起來 那最主要比較困難的地方 會在這邊 那其他的如果呢 你是沒有要把它製作成 把他製印出來的話呢 基本上你是遇到的問題會比較少 但是呢 如果你想要把它製印出來的話 你有可能會遇到的問題呢 反而不是在畫法上 而是我們在預留的空隙 像是第一個 我們在做這個 把模角的時候 有可能 你的3D列印的特性不一樣 或者是呢 你預留的尺寸呢 不夠 或是太大或太小的 之類的呢 有可能我們在製印之後呢 會有什麼情況 第一個呢 就是太緊放不進去 或放進去之後呢 再也拿不出來了 或者是說 有的空氣太大 太鬆了 它完全沒有辦法卡住 這是我們製印之後 比較可能遇到的狀況 那接下來呢 還有另一個狀況就是 假設我們這裡空氣都沒有問題的話 第二個狀況就是 我們繪製出來的這個圖片 記得 這裡的厚度呢 我們的噴頭 不要小於我們的噴頭 如果小於我們的噴頭呢 我們噴頭擠出來的線呢 就比它厚的話 那基本上 3D列印也會把它忽略 也是會列印不出來的 所以我們要注意一下這邊的厚度 至少要比噴頭大個兩倍 假設是0.4的話 建議至少要有0.8 或是更高 當然 越高的話我們列印的成功率會越高的 那其他的呢 還有一些進階的問題 像是我們列印的時候可能會有孔洞怎麼辦 或是列印的時候不平整 那這邊呢 比較進階的 未來有機會我會來跟大家分享 我們運用切片軟體就可以去克服它 這個檔案已經使用了3D列印把它列印出來 那這裡如果有興趣的你可以到影片底下的說明 這裡都有製作過程的一個分享 我們就可以看一下 原來我們的克制萬一張是要怎麼把它做出來的呢 以及說它製作出來 印出來的狀況是怎麼樣呢 我們就可以透過這個影片來觀看 那今天的分享呢就到這邊為止了 我們就期待下一次的分享吧 掰掰 後面還有一次的分享 這個是網友的分享 我們在一個更多的分享 對面更多的ени軟體 我們可以分享一下 從而吧 好嗎 我們可以非常感動一下